比较好动的或比较喜欢强化的 那这种在处理上面就要比较要注意 因为可能一两个小朋友会影响到 整班的同学听故事的那个情绪 所以那个时候都要有些小技巧 或许可以用眼神或是用一些手势 或是说可以请他来帮忙你做些什么事情 让他获得了一个被重视的感觉以后 那他可能就会比较不会再想要爱表现 那小学一二三年级以后他们很喜欢玩一些游戏 透过竞赛可以让他们训练他们的专心 然后还有服从规则 那这种都很容易能够让他们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然后接下来听故事的时候就会完全敞开心 很快乐地来听故事 像孙悟空云这样降落到那个地面上面 一直都知道说阅读是高层次思考的